4月3日,此前由中国6架月20分18架次运送着塞尔维亚境内的FK-3防空导弹系统 也是中国的红722,终于在塞尔维亚的巴塔尼查空军基地露出阵容 从现场军迷拍摄的画面可见 此次塞尔维亚方面展出的是部署在贝尔格拉德北边的空军基地的一个营 此前在2020年曝光的订单,塞尔维亚一共向中国采扣了三个营的FK-3防空导弹 从视频中可见,除了导弹车外,还能看到进防雷达车、火控雷达车和指挥车等配套系统 除了中国出口的FK-3外,画面中开过来的是另一款防空武器 那就是俄罗斯的铠甲SE 我们知道中国的FK-3射程是5至100公里,属于中远程防空导弹 不过这类导弹存在最小作战距离的限制 简单来说,就是飞行器飞太近就打不到了 而进防雷达有效半斤5公里的铠甲,刚好可以填补这个距离限制 算是达到与中国的红旗22一旗,组成C-2外加完整的防空体系 俄罗斯这款铠甲SE采用弹炮合一的方式 即把12枚武器一导弹和两门双连装30毫米2A38型高射炮 外加雷达集成在一辆车上 外形有着非常明显的俄式简单粗暴跌加式的风格 从一款进防武器来说,还别说真有那么点威武霸气 美国人曾经从利比亚战场辗转获得一辆完好无损的铠甲SE 并偷偷运回德国基地研究 所以不要说只有中国喜欢玩逆向工程,美国也同样如此 除了以上的防空武器外 中国出口塞尔维亚的CH-92A查塔一体无人机也露面了 当然纵观整场盾牌2022演习 中国的红旗22自然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 不但占据核心位置,而且周围有士兵把守 普通民众和记者是很难靠近三观的 这次赛访的买家秀做的的确不错 最后还有总统伍继琪亲自出面致辞 中国出口的FK-3交塞尔维亚第二五零导弹旅接管 这个旅同时也是1999年击落美国F-117的英雄部队 当年中赛两国共同遭遇来自美国和北约的攻击 使得现在的塞尔维亚成为欧洲的绝对领雷 甚至两名歌手还谱写了一首 《如果塞尔维亚和中国一样强大的赛国神曲》 正所谓患难渐身情 中国也在疫情最严重的期间对塞尔维亚倾囊相助 最终也促成了中国的红旗22首次登陆欧洲 那么除了此次出口的红旗22 中国还有哪些先进武器共同组成我国的防空体系 那么今天就借此机会来介绍一下 提起防空 大家自然想到的就是红旗导弹了 不过红旗的型号繁多 且命令没有规律 而且这些又装备给海陆空不同军种 实在令人有些眼花缭乱 那么马上就给大家来捋一捋 首先空军限以装备的主要有红旗9B 红旗22 红旗12A和红旗6A 射程分别有远及近 最近的红旗6A跟刚才介绍的俄罗斯凯甲SE一样 都是近防武器系统 而且也都是要弹炮组合 不过两者不同的是 凯甲SE把导弹高射炮和雷达 集合在一辆车上 真正做到了弹炮合一 不过这种堆叠坏处也显而易见 那就是重心过高 凯甲SE就曾多次发生过侧翻事故 而我哥的红旗6A 则是将它们分装在不同车上 所以你在阅兵现场看到红旗6A时 是多辆车组合入场 6A的导弹部分来自红旗64的发射车 射程1至18公里 射高1.2公里 导弹无法有效拦截的1公里内 则730近防炮的陆基板 陆盾2000提供 上面还随时配有三合一光电系统 和埃波顿跟踪雷达 这样弹炮组合的红旗6A 就撑起陆基防空的最后一道防线 最后的密集阵呢 拦截一些巡航导弹还行 但遇到弹道导弹可就无能为力了 我以前给大家举过飞镖蓝子弹的例子 美军的密集阵就曾在中东基地 尝试拦截伊朗的导弹 可惜没拦住 毕竟拦截弹道导弹还得靠爱国者和萨德 密集阵只能大大下手 再外背一层就是红旗12A 是一款中高空中程防空导弹 实话说 这款防空导弹目前看来的确有点鸡肋 最初是由江南集团061基地研发 用于取代老旧的红旗2 也是 如果苏联老专家来了说 你们已经不用萨姆2了吧 的确有点尴尬 不过代替者红旗12 每辆花车车的导弹只有两枚 应对敌方饱和攻击的能力明显不足 而且它又是一款研制于上世纪80年代 定型于90年代的产品 再怎么魔改 也注定无法满足我用的防空需要了 于是才有了科工实验的新作 红旗22的空空出世 红旗22射程达到5至100公里 射高50至27000米 采用无线电指令 加半主动雷达制造的模式 一个火力单元营 使用一部火控雷达 可引导12枚导弹拦截6个目标 很多人说 红旗22是由于红旗9币价格太贵 搞出来的便宜货 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价格便宜的确没错 否则塞尔维亚也不可能买 不过正所谓树叶有专攻 红旗22当初就是为了最终取代 红旗22而研制的 它并不承担如红旗9一般的反导任务 既然如此 那么指令加半主动雷达制造 就不失为一种物美价廉的选择 至于美国的爱国者2类似 而且面对敌方的饱和攻击 合理配置不同成本的装备 本身就是现代化防空的常规 红旗22与红旗9B高低互补 是一种具有极高性价比的防空导弹系统 最后就是红旗9B 在红旗9的基础上 缩短的弹体增加了动力舱长度 实现了减重增程 最大射程由红旗9的125公里 增加至250公里 速度达到6马克 红旗9由铝为作战单位 一个铝由6个导弹营组成 每个营配有8辆发射车 每台发射车有4个发射筒 所以算算1根铝共装备192枚导弹 红旗9B也是现役国产化 射程最远的防空导弹 曾被部署在我国南海有星岛上 自从红旗9的出现 我国已大幅减少了 对于俄罗斯S300的进口 并在国际军备市场上成为它的对手 那中国怎么又花钱买了S400呢 的确 中国在2015年 与俄罗斯签订购买40S400的合同 共19亿美元 单套价值五一刀 并于2017年交付 印度跟着在2018年也买了五套 不过印度在国际军火市场是出零名的凯 这五套S400被俄国人碰载了60亿美元 单套高达12亿 足足是中国的两倍多 不过印度人称 那是因为他们买的S400比中国先进 因为配备的射程最远可达400公里的 40N6远程防空导弹 这话印度人说的没错 中国购买的第一批次S400的确是没有 只包含了射程为250公里的48N6DM 但价格也不至要差一倍多吧 不过印度人的世界你永远不懂 反正只要中国人有的 印度同样也要有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没有射程达到400公里的导弹 中国为什么还要买呢 很多人最直接的解释 在是2015年签订核动时 真正导弹刚试射成功 所以当时没有配备 但这没有办法解释 中方后来要求添置的可能 毕竟真正导弹就是出口型 印度也买了 而且在2017年 第一批四套S400交付后 俄方立即派团来推销第二批八套 中方却在第一时间婉拘了 所以个人认为 中国购买S400 并不是要它来打400公里外的飞机 说实话 400公里外打飞机 从发射到命中几分钟过去了 对付运输机或者轰炸机勉强可以 不过要是战斗机 早就已经激动到足够远的距离了 想要命中就只能靠运气了 这样用几百万亿发的导弹去400公里外碰运气 远不如踏踏实实装备足够量的成熟导弹营来的实际 所以中国购买少量减配本S400的目的 既然不是防空 恐怕就是反导了 俄罗斯的武器 很多的反导技术上 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的 但有红旗9B一道防线还不够 去年在新疆被网友拍到的 陆基中段反导拦截实验 应该就是测试中的红旗19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将会与大家见面 说完了空军的陆基防空系统 再来说说海军 除了红旗9B的舰载版海红旗9B外 还有05C导弹护卫舰上的装备的红旗16 是射程鉴于红旗9B和红旗10之间的中程防空圈 防御半径为10至40公里 能有效对抗略海飞行的反舰导弹 如台湾之光雄三飞弹 红旗10作为近程防空导弹 射程约为10公里 并兼具末段反导能力 这型导弹也装备在各型驱护舰之上 甚至包括我国的001和002航空母舰上 陆军的集团军和合成旅也配备防空系统 不过没有海空军那么齐全 分别是红旗16B和红旗17A 红旗16B在海红旗16的基础上将动力一段加长 射程也提升至70公里 红旗17A则属于中低空近程野战防空武器 射程大约为12公里 为旅集防空系统 通常配备给集团军合成旅的防空营 最后就是火箭军 显著空殿领域逐渐成为战略高地 火箭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地位 自然不言可遇 相对于空军完整的防空体系 火箭军为增强远程打击的制航能力 并能有效应对敌方的核打击 红旗19将是未来重点装备的武器 中国分别在2010年 2014年 2018年和2021年 进行了至少四次中盾反导拦截实验 用于验证科工二院的红旗19 红旗19被誉为兔版萨德 具备在大气层内外拦截导弹的能力 此前也给大家介绍过 中国还在研发类似标准3的红旗26 和类似爱国者3的红旗29 不过到目前为止 研发和试射的进度 还没有任何消息透露出来 另外作为火箭军来说 尽管东风21D 东风26和东风41等东风快递 具备了机动发射的能力 不过依然会受到现代巡航导弹 或者无人机的威胁 所以不排除此前购得的S400 也会部署给火箭军 就这样 中国火箭军与陆海空军 共四大军种所装备的红旗家族 共同筑起低空进城 中空中城和高空中远程 相结合的区大防空体系 实现了我国空颠一体 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 好 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